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位画家面见米兰公爵 他送上了一张草图 公爵看到上面画着一个具有双层街道的城市图案 房屋的下边还有好多的管子和沟渠流着污秽的水 看吧之后 公爵说表示了赞赏 但同时也向画家发出了疑问 你真的有能力建筑这样一个城市吗 一定能 画家回答说 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有这个梦想 殿下也许会来尝试一下 至少在米兰郊外建筑这样一个城市 五千个房屋给三万人居住 现在人群拥挤在一起 吸的是恶浊的空气 饮的是污秽的水 传播着瘟疫和死亡的一切种子 这样的城市时常要受到瘟疫和死亡的威胁 可是星辰就会疏散一点 舒适一点 也更清洁一点 殿下有意实现我的计划吗 那将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 听到画家描绘的蓝图远景 公爵不禁笑了起来 他说你是个怪人 我相信如果让你放开手去做 你不知道会把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 这个故事当中拿出城市规划图的人 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受瞩目的艺术家 利奥纳多 达芬奇 尽管达芬奇的这个建议没有被公爵采纳 但是他的计划和想法却对后来的城市建设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如今没有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不建设地下水道 把城市的污水排出去 提到达芬奇 人们自然而然的会联想到 最后的晚餐 蒙娜丽莎这两幅名垂青史的画作 其实画家只是达芬奇十数个身份之中的一个 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三杰之一 他是一位思想深邃 学识渊博 多才多艺的 此外 达芬奇还是音乐家 哲学家 发明家 医学家 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 甚至还曾经作为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 为他所生活的城市工作 达芬奇不但最新移艺术创作和理论的研究 研究如何用线条与立体的造型去表现形体的各种问题 另外一方面也对自然科学有着强烈的探索欲 他的艺术实践和科学的探索精神 对后代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达芬奇是一位思想 接着为您播出 全媒体全时空 最完美的艺术之王 谢谢 earnings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